各位,今天是10月6日,星期二 市仍然在缓步当中推上 但部份真的比较慢,没办法 成交加压始终不太配合 先看看指数 早市受到美股昨晚大幅度上升465点 到28148点所刺激 大市曾经一度先高128点到23895点 之后有少少技术上的整固 一度低见23842点 但这一分钟升了75点 往后在主要成份股稍为做好拉动之下 指数又再进一步退息 而且一度高见24005点 这一分钟升了238点 不过当然无论今天的高位或低位 都是在昨天的波幅里面 因为昨天的指数最低是23674 昨天的指数最高是24039点 即是今天的市 无论如何走也好 都是走在昨天的框框里面 有些人会问到 美股升了465点 为何港股的升势不能够稍为 明显一些 其实道理很简单 没有北水 因为A股要到这个星期五时服事 没有北水刺激和推动之下 股市的上升似乎欠缺了一股动力 的确如是 好像昨天的市 市是高开580点 而且成功突破了10天线 但成交金额也只有900多亿 今天这一分钟到11点半 成交金额也只有450亿 即是市的动力不太配合 只不过 主要成份股的表现 还算是顽强的 包括腾讯 恒指成分占10% 邮邦占9.96% 汇控占8.14% 其他成份股 好像阿里巴巴也占5% 好像内银股 比较弱势 但始终没有进一步下降 即是中工建 占12.83%的成份比重 暂时停止 不动 但其他的蓝筹 好像腾讯、阿里巴巴这些 稍微做好一点 从而指数在环部当中 始终有一个催生的形态 至于10月份的市 形态到底是先高还是先低 按现在这分钟 指数这个月最低 就是昨天的23,674 最高暂时来说是24,039 以现在的指数23,900多 来计数 好像是挨近昨天的高位 多一点 所以形成了 先低的形态 好像机会是大跌 但大家要留意 昨天股市的上升 惠留了一个上升列口 是介乎23,459到23,674 这215点的上升列口 放在10月份 第一个交易店 情况是不理想的 当然知道 如果成交金 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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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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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这个上升列口 不是留待历史来解决 等同6月1日 都出现一个上升列口 当时的列口很厉害 由23,089到23,539 450点的上升列口 一直都放在这里 不解决 就等历史来解决 结果不保不保 到9月底 才能保到23,124 换句话来说 任何的上升列口 要回报只是时间的问题 未必会回报 但完全不保 始终是一个后环 我自己觉得 反正市场仍是整固不前 而且成交价格仍是稀疏 要保的就尽早保 将技术上的后环 先消除 然后再慢慢走上去 总比到中旬或稍后 去到比较高的水平 那一分钟才要回报 刹伤力就大很多 股份的表现比较平均 暂时来说大部分都是整固不前 我不觉得大市 在成交价格之下会快放 相对来说 在低迷交投之下 大市只不过是技术上的 一个后抽 属于有波幅而无升幅 有反弹而无大升 起码暂时来说是这样 好了 上午接近收视的分析 就讲到这里 吧 嗯